Masha Rita 指導老師在舞台上訓練戲劇課的學生 互相培養默契 和在舞台上演出的信心 雖然他們看似與一般學生一樣 開心地享受學習過程 但對十四歲的馬爾哈塔來說 在舞台上演出 遠遠超過了興趣學習 馬爾哈塔和母親 2022年時居住在烏克蘭南方的赫爾松市 為了躲避二軍炮火 兩人躲在地下室生活 但經歷了好幾週的炮火後 母女終於承受不住壓力 決定避難 最後抵達波蘭尋求庇護 但除了在當地人生地不熟外 馬爾哈塔也收到自己老家 遭到二軍炮火擊毀的畫面 讓她一度接近崩潰 這是我的最優勢最優勢 因為這真的不幫助 出發抵抗 出發抵抗 而在波蘭的另一個地方 還有從烏克蘭逃離的青少年 和波蘭青少年一起練習打拳 其他人也加入了啦啦隊團練 在團練的過程中 不但讓他們能夠快速學習波蘭語 也讓他們挽回了一點失去的童年 因為我的父母都想要讓我留在這裡 讓我留在這裡 然後想要讓我留在這裡 讓我留在這裡 讓我留在這裡 然後想要我留在這裡 歡迎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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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